我们是欧都纳 提供从头到脚 从海线到云端 从内到外 最保暖 最透气 最抗风 最温暖 给你全方位的保护 是一个全方位的休闲户外品牌 为什么我们要做品牌 因为我们不希望在户外用品界 只有看到欧美跟日本的品牌 我们希望台湾也能够有一个非常优质的品牌 品牌就像养小孩一样 必须要不断地给他养分 让他茁壮 未来茁壮之后 他就不会只是过客 打造品牌过程当中 当然会碰到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把这些挑战 都当成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养分 初期的一个创业 面临最大的挑战 当然是资金 在资金面 坐金见走 但是当然有非常多的银行 能够给年轻企业 这样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就慢慢地茁壮 但是品牌中期 会面临到如何再升级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再来品牌成熟之后 面临最大的问题是 人才面 如何让品牌能够再升级 能够再优化 甚至能够跟国际接轨 我想资金与人才 永远是品牌 面临到两大困难跟问题 参加品牌要费计划 让我们得到非常大的收获 不管是在品牌的梳理 在我们品牌再定位 还有在品牌跟我们的媒体 跟我们的顾客沟通 这还不够 如何在我们内部能够跟基层 跟中阶跟高阶 都能够形成为一个内化的文化 那我想这一次的品牌要费计划 让我们想达到的事情跟目的 慢慢地在实现当中 对的事情就该坚持 勇敢面对 勇敢去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